111年综合所得税在5月1号开始申报 因为疫情趋缓 现场申报作业是回复到六楼大厅来举行 为了鼓励民众使用手机或网络报税 国税局也退出了提早退税 还有高额奖金抽奖等福利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使用网络手机报税 111年综合所得税5月1号开始申报 因为疫情趋缓 国税局的报税现场移回到六楼大厅 区分所得查调区 民众上网区 凭证申报专区 民众书写区 手机报税区 还有健保卡注册区等等 现场还有许多税务达人 接受民众咨询和服务 华联国税局表示 今年的退税提示条件有做变更 请民众特别注意 往年都是在5月10号之前 只要你办理完那个结算申报的民众 他都可以第一批退税 参加第一批退税在7月31 那今年因为我们财政部要鼓励大家 用手机报税 用网络报税 所以呢 今年只要你用人工报税 或者是二维条码 还有税额算是在5月11号以后 用资本确认这个部分 都算是第二批退税 第二批退税要半三个月 大概在10月31号以前 所以请大家民众 尽量用手机或是网络报税 为了鼓励民众线上报税 国税局还推出了高额奖金抽奖活动 呼吁大家可以多使用手机和网络来报税 只要你用网络报税呢 在5月30号以前 要在国税局以外的地方 不能像这边 在国税局这边 他就不能参加这个抽奖了 一定要在国税局以外的处所 办理那个网络申报 或者是税额的试算的确认 才可以参加这个奖金 这个第一特奖 新台币20万元现金 所以鼓励大家 一定要在国税局以外的地方 这样就有机会得到 那另外呢 为了要鼓励手机报税 所以说只要你用网络报税 这边而且是用手机报税 还有一个手机报税加码奖 这个加码奖有三千名 他的电子旅券每个人可以用五百 可以得到五百元 那另外呢 也要鼓励大家用那个 一化的缴退税 还要直播退税 所以你要是用一化缴退税 的部分呢 又有一个加码奖 他就用电子旅券每个人可以两百元 这个有三千名 所以整个来讲 这一次的总奖额 有11836名 那总奖金呢 高达465万元 所以我们还是 今年财政部 要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 用网络报税 而且不要到国税局来 国税局表示 现在报税的方式多元又方便 请民众记得在5月31号前 完成申报作业 有任何一位 也可以向国税局 华联分局来洽询 借了会欢迎施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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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